在歐洲的戰場,當時二次大戰的影響 跟光瑞他本人新亞論的政治立場 所以他在這些詩句裡面有一些比較尖銳的字眼 是在批評這些西方列強的 所以他把這些詩句都毫無保留的 拿來解讀他自己心中的這些憂愁 所以消耗油是一個反面的寫照 就是他可以治療他,讓他不要這麼的浮躁 是讓他修行、修養生性的地方 這裡面他有追求一個境界 消耗油裡面是裝置他理想的一個境界 所以消耗油的地位在他心中的程度 可以由此可見一半 裡面有八處的典故是從消耗油裡面引用出來的 那第十九首我們剛剛看到 直接指那個裝置去寫消耗油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去解讀消耗這兩個字更深的意涵 就是他在消耗油第一次做長達兩個月的時間之內 他寫出這三十首詩來 是他探索自己如何在這邊 逍遙自在地取得平衡的一個過程 我們現在把場景再從詩切換到現場 開原室那天1940年的11月1號 其實離我們只剩下不到十一個月 就是八十週年了 那當時各位可以看到 這張報紙上的照片比較模糊 可是有一個日本國旗掛在這邊 當時是因為他歡迎高雄市 甚至全台灣各地官方的民間的人 都可以來祝賀他的新居落成 所以他特地擺了這支旗桿 他還透過當時他能夠奉用的資源 去把當時那個尊王那邊的這些 國相文物啊 經驗啊 通常把他帶回日本去做研究 所以在中國那邊現在對他的立場 是比較批評的 所以他是一個能力的國者 小偷這樣子的角度比較尖銳 那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現在新居有非常多的這個 保存下來的他的這些素品 當時代表的素品 所以現在東國在研究這方面 都還跑到日本去 當時這個英國啊 大英國物館啊 還有像日本的這個 新居的這個龍虎大學 都收藏了非常多的國教的這些衣術品 林慶彤老先生大概一年多前過世 也是九十幾歲 他是當時這個高雄市政府的日產接收 處理委會的接收員 他應該是高雄的第一位接收員 他接收了肖奧遠跟壽山的這個高雄 要塞指令部 當時他告訴我很多 他第一次在校園的故事 那大概以後有機會再分享您 請